可以了真的它就能充电了 Hello大家好我是大方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还是一期关于Ledger的 很多人看了我之前的像这些冷钱包怎么选 包括Ledger的冷钱包无法充电的问题 还有些助记词私钥 一些相关的知识点的影片 我也做了好几期节目了 今天这期影片想简短的介绍一下 我们Ledger钱包 看一下Ledger钱包无法充电是什么原因 到底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还是一定要像我之前的影片一样寄回法国 然后重新给我更换一个钱包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这是我之前收到的一个钱包 这期影片当中介绍了 我买了个Ledger之后 它寄过来之后它是无法充电 然后经过一番的邮件的沟通之后 寄回原厂 然后它给我免费再发新的Ledger过来 我发现还是老问题无法充电 原来Ledger的钱包 你看我怎么样输入 充电了一个晚上 它都没有用 但是我把它插上电源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一旦我离开了电源 就又没电了 它是无法充电的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是电池无法充电 我们看看是不是通过升级硬件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到它的官方网站上去看一下 好打开Ledger 发现它现在已经是做了比较大的更新 它的logo也做了一些调整 原先是这样的一个logo 我们打开它官网 现在它已经支持简体了 它现在支持简体的是指它的官方网站上面 还有电脑端的软件 它有支持中文 包括它的手机的APP也可以支持中文了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设备里面显示的提示的一些文字 还是英文的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这个显示屏应该不支持中文的 可以通过硬件升级来解决一些用户无法充电的问题 在应用程序和服务菜单下面 点击下载 点击desktop端 我是Mac应用程序 如果你是Windows的话 你可以点击Windows LedgerLiveAPP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将它拖曳到application里面去 现在它已经支持中文了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小齿轮settinggeneral这个选项当中 display language切换成中文 它现在所有的内容就是中文了 点击一下manage管理器 好这样的话要连接我们的设备 好现在我要连接我的设备 将我们的设备连接到电脑 下面上有变化了 我需要再双击一下同意管理 好这样的话 我的Mac端就已经连上了我的设备了 它就会看到可将固件更新到2.0.2 好我们点击一下更新固件 好这个提示意思就是说 更新之后可能会刷新掉你的硬件 确保你有原先的24个助记词 如果没有的话就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就确保一下我们原先的里面的资产 这样助记是存在的 存在的话即使它刷出问题了 更新到一个全新的状态 你也可以用你的助记词恢复回去 好我就确认我有我的助记恢复词 点击继续 等待更新安装的程序下载 这个是同步的 跟我的电脑上是同步的 它也在下载40%进度 显示了它的new firewall 它说要请在你的设备上确认更新 我们就确认一下向右的箭头 我们按一下 好它这边是confirm update 两边都有箭头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两个同时按 确认好它在进行当中了 好它在mcu更新中 在电脑上显示mcu更新中 好它在进行 这个动作就非常快 好看到了它的硬件的logo 就已经完全更新掉了 跟原先就不一样了 而且它的输入 pin码的字体也变粗了 然后上面的图标变成了一个充电的图标 我更新完了这个ledger的钱包 就可以脱离原先 我一直插着线的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我是用app来做操作 手机端移动端来做操作的话 就不需要连着我的电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里面全部内容 如果看到这些影片能够解决你ledger的钱包 无法充电问题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赞 我的频道会长期关注 我在区块链方面学习的内容 还有些好的app好的软件 我也会做成影片形式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吧 可以了 真的它就能充电了